出发出发咯 大兴机场线 安检完成了 这是国内安检 到广州 能做国际安检 走着 博书看时间 关于入境越南电子签证办理 入境小插曲 和内初印象介绍 随心而往一路向南 今日出发入境越南 先向大家介绍下去 越南的签证办理 我是直接登陆 越南官方网站注册的 是越南文和英文的界面 自己办理略复杂 网上可以寻找攻略介绍 一步步慢慢翻译 慢慢填 填好之后 要使用信用卡支付 成功与否因人而异 我一次支付就过了 还算顺利 之后就是要等三个工作日 账堂就会发一个电子邮件 里面有电子签 PDF文件 打印指日签 带好给海关用 照片是一张两寸百里照 在此博书还遇到一点小插曲 不过化解之后 一切还算顺利 飞机飞行三个小时到达广州 机场入境海关 直接电子人脸识别 过关非常丝滑 这与我一年前的经历 完全是天壤之别 之前的担心与准备都是多余的 广州起飞两个小时到达河内 直接到海关大厅 看到人队多的队伍牌 就是电子签换证的队伍 这里需要把国内打印的 纸质证明更换成另纸签 博书只在发现 我的照片竟然落在托运箱里 问工作人员沟通不畅 问同行中国人也没有准确信息 网上查信息 说要交五美金照片钱 排到后 直接把打印证明和护照 给办理的工作人员 经过大赖半小时等待 领到另纸签 至此博书没有带照片 也没有交钱 海关只是询问了下 就顺利通过入境了 这和网上介绍的并不一致 各位可以参考 总体感觉海关还是很好说话的 相较于马来海关也好得多 至于小费我是没有给的 我也没有看到谁给 就是这样 出河内机场 左手边找八十六路公交 记得应该是四万五月顿 坐到老城区 初步印象城区略显 破旧混乱 到处的施工改造 不过这是初步印象 过几天去其他城区走走 看看再说 故的老城区 也就是环剑湖附近 一百七十元酒店 只能住到无窗房小房间 还是老城区最边缘这里 旅游区历来如此 不说不是第一天要中转和换钱 是不会住在这里的 出来走一走 和那老城区的大街 车多人多 玩具一条街 好多都是中国玩具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玩具 比较多 中国玩具也比较多 卖不算多 这还有一个法棍面包 来这个尝一尝 知名的法棍 比较有名 英文有的我也看不懂 天也黑 拍不来 随便点一个吧 尝那 叫 Change me 25 24 25 25 2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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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是河内最横的吧 还比较有名 尝一点 来往前 应该是36五街 过来看一下 环剑湖 还有船 很多菜啊 我可能吃的不习惯 就先吃个炒饭吧 八万 一个炒饭配小菜 清晨的河内老城区 CityWork一下 走一圈 手机卡 我是淘宝买的VLAFONE 直接落地插卡 语言不好就更需要网络 环剑湖 早晨的环剑湖 把所有事都办了 电话卡 钱都去完了 老城区 不会待很久吧 早晨可能 办个其他地儿 展示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转发 关注 谢谢 谢谢 Gits Gi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